传统话我们是应该大家共同来弘扬 不管是跟着哪一位老师 有机会有这样的活动是应该大家一起来做 就是说应该是不分彼此 但是可能有的人学的可能他的一个见解 可能就不一定他能够这样融合 他可能有一点排他性 这个可能也不能够说没有这种情况 但是应该是大家应该一起来 不管是跟哪个老师学的 有这样子能够为外国友人介绍传统话的机会 那么是应该一起来的 那在工作上跟传统文化的落实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说把传统文化落实在生活上 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应该是在生活上落实的 所以应该是没有冲突 那哪一部经入手 那就是看他个人的一个选择 如果说是他学本来就是学汉语 汉语人专业的 他应该学过不少的这些典籍 他可以选跟自己最相应的 那也许有的人会选论语 那也许孟子 那说不定有人选左转 这个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就是他个人可以来选择 那如果说他不是这一方面的专业 那也许他是不是选地址归 或者聊凡视讯 这一之类的 谢谢 好 谢谢院长 那这个学长提的就是 不同老师 但我们还是守住这个 恕而不作 幸而好苦 这样我们之间不会偏颇掉 这一点也是要考虑到 因为毕竟一个姻缘 都是互念大家的法圣会面 有时候先入为主 刚刚院长提到了 毕竟我们是向国际友人 传播传统话 那这个是 祖宗是希望 古之欲明明得于天下 利益天下人 但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给出的是正确的 我当时候 21年前刚到海口 也有听到他们 有提到说 去参加一个活动 台上四五个教授 那可能谈谈谈 谈到第三个的一些论点 台上吵起来 我那底下的人 他就无所适从了 所以也是大家 要依经典 恕而不作这种 有一个静和同节在 那当然不懂老师 只要 这个恕而不作的态度 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要互相赞叹 包含我们今天 像陈德 比方说我到新加坡去了 遇到一位同修 他可能也听过我讲课 但他学佛呢 是跟藏传密宗的老师 那我们先了解他的因缘 不能 我觉得怎样就跟他讲 了解到他学的状况 那我们变 他的老师是主 我们是伴 我们就赞叹他的老师 互念他跟老师的缘 这个也是老 讲经的时候提到 他到这个圣医法师的道场 那禅重的道场 我们就叫赞叹 不然我们有时候讲话 反而影响了 人家这个地方的因缘 或者他修学的因缘 这个是人情势理的 一个分寸 主伴圆容 他的老师是主 我们是伴 那您刚刚提到 这个青年学子 有一篇黄念老的教诲 也可以发给青年学子 是刚好一些学子 要到日本去拿博士学位 老人家跟他们谈 谈学业 谈修行 甚至谈家庭 婚姻 年轻人他可能最主要的几个 都谈到了 很精辟 所以可能这一篇他们学习之后 他就会有一些 掌握一些纲领 那因为 这个毕竟黄老这里 他就有提到一个出事的问题 所以这青年学子 他假如知道要出一时间出轮回 那他又是一种格局 这个时候他叫 主办 他要正铸双修 所以工作本身就是铸修 工作就是修行 所以有一次老和尚在 接待一对夫妻 他们也很认真学着十天 总结跟老和尚说 佛法不离生活 老和尚停了两三秒说 佛法就是生活 所以老和尚这一段话 我们也可以供养这个青年学子 佛法就是生活 工作就是佛法 没有离开 那他们学习的建议 依老和尚的指导 就是先扎根 那扎根的经里面 从义理上了凡事叙 你看老和尚说他读三百遍 可以改造命运 这样年轻人 他就会觉得 不会看到 哇 压力三大 是吧 就觉得压力很大 我们国内常常用一个词 叫卷 是吧 那这个从佛门来讲 就供业嘛 但是供业中有别业啊 他明理了 理得心安 所以道圣何复先生 这个也算企业界的菩萨了 他给年轻人推荐的第一本书 就是了凡事讯 让大家明理了 那当然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种种社会现象 首先我们自己不能无奈 我们也要充满信心 因为我们会影响年轻人 影响下一代 影响亲戚朋友 有佛法就有办法 那为什么现在觉得难呢 因为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所以老和尚说了 传统文化被忽略了三到五代了 那既然忽略了三到五代 我们怎么可能三年五年十年把它 整个翻过来 这不符合自然规律 所以老和尚有提醒我们 谁想很快的复兴传统文化 会造无量无边的罪业 他可能就急于要复兴 他就做表面的这些东西了 激动了 最后没有物本了 可能也表不了法 所以这个也急不来 岂能静如人一眼 但求无愧我心 我们尽力了跟我们有缘的亲人 甚至是我们教育的下一代 他们会继续把我们的精神沉传下去 你看那个一到这个片子大家看过没有 郑重推荐给年轻人 我们有选 他好像五六十几 我们把它选成十二几 那个看了做人做事的帮助非常大 您可以找你们这个辅导员 我们有用一个给年轻人交流的平台 因为就有一个妈妈说 可不可以有一些东西给十五六岁的人看 我们就嫁了一个找了一些电影动漫 提供给年轻人看 这个是老和尚洞察我们这个时代的修学 要扎根 然后再一门深入 尤其是无量寿经 因为末法是净土成就的这个因缘 那冰冻三十灰之四寒 我们这一代人走好我们文化复兴的长征路就好了 我们尽了力了 就也是功德圆满就好 那还有一一个礼记学记 因为你们的学子都是要从事教育的 这一篇教委蛮重要的 掌握这个教育的纲领 那我们进一步去教学的时候 我们也不能太理想化 我们要兼顾现实的状况 但你纵使是兼顾现实 你只要绝了 无有一法不是佛法 所以可能要在成绩方面 我们也说成绩我都不管了 那你可能 可能父母啊学校不能认懂你 我们得要顺势而为 孩子我们在他 在学习的过程 我们把他的态度 学习的习惯把它建立起来 那个分数自然就会好 他孝心起来了 方独尺物目比 他那种专注的态度 宽围陷阱用功那种计划 建立起来 成绩不是逼出来的 是比较水到渠成 那我们也顺着兼顾了现实 同时又把这些很重要的 求学态度方法也供养给他 包含每一科都可以教德行 教英文可不可以教德行 可以吗 我的 我就是这么做的 对啊 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经验 英文都可以教德行 其他科目应该没有问题 那老和尚在台湾有成立一个 至善教育基金会 我们就有一套英文书 就是拿来教德行 而且很多的县市都用这一套教材 欢迎您上至善的官网 那个可以下载也可以申请书 好谢谢 谢谢范老师 那我想回答您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 我有两位同仁在这里 那我想您要问的就是说 现在在西方 你可以教他戒可以教他修定 但是怎么教智慧的这个方面 那么在缅甸关于你什么情况下 你能够修智慧 就是要修官嘛 有两派 第一派就是你要有定 你才可能真正修官 才可能真正修慧 像你举的这个例子 缘起法 dependent origination 那就是你如果没有禅定 你没有办法真正关到缘起 这是一派 那另外一派呢 他是说你在修定的时候 你就可以修慧 他是可以同时修的 马哈西 那他就是保持正念 mindfulness 你时时刻刻 保持mindfulness 那这个时候呢 你是定跟慧是同时的 那但是呢 他 他还没有讲到特别讲到 那这个dependent origination 要怎么样通过他这种方式来教 他就是行入座 都保持正面 所以其实我想你要真正这个慧学呢 是很难在还没有定力的时候 你很难真正教他来修这个观 但是呢 他的定力 在提升的时候 自然他就会比较理智 他的智慧就会比较高 但是这个可能还没有真正达到 佛教里面修观 有这种观慧的这种程度 这样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您的问题 可以听得懂 需要 有点听得懂 这个陈德是想到啊 刚刚有提到说这个传统文化忽略了三五代人 包含 整个现在填鸭式的教育啊 应该好像全世界 或多或少都受影响 那陈德个人看法 可能跟工业革命有关系 工业革命之后呢 就好像这种生产的一种思维啊 好像把人也当作生产线上的一个模式的 数学 数学 语文 啪 出来人才 连我们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 这个心想会作用在教育 会作用在农业 农业现在就是蛋跟灵 其实他是应该吸收大自然很多东西的 现在都这些化肥都是这两个东西 所以 人其实 不应该是像机器一样的思考 就像刚刚教授提到孔子 抓住那么多机会点在启发学生 而且启发有的有的启发的早 有的启发的晚 这个时候还要耐性陪伴 那我们假如依经典来讲呢 那礼记学迹里面就讲 既问之学 不足以为人师 孔子说温固而知心 那是有悟性的 可以为师 假如依孔子来讲 但是毕竟呢 现在偏离正确的 可能有一段时间了 所以我们处在这个时代呢 做出榜样是很重要 比方说我们依照老和尚 依照孔子老和尚这种理念 我相信 这几天我们 这位忍者 清清院长还有教授们 就会觉得很受启发 那这样的老师越多 大家那种感受信心 就越不一样 所以老师上说在这个时代 对于圣教 甚至于对于教育 最大的贡献就是 做出榜样来 让人家看得很有信心 敬而效法 好 谢谢 好 谢谢张教授 我们修心愿行呢 是任何时候任何阶段都适合 就是说 只要你真的能 对净土满满起信 你也要愿要往生 你来念佛 那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基础 这个都不妨碍的 那你有这个心愿行 你就可以直接 就是开始修 那至于解门的方面呢 就是随缘随分来解 至于是要读感应篇会编 或者是暗示全书 其实都很好 但是最好不要两本同时读 你就是选其中一本 所以行 现在就要开始行 那解的方面也好 或者扎根的方面也好 这个就是随分随力 来进行 这样子 好 谢谢院长 刚刚院长说 你心愿行随时可以修 而我们呢 在神舟大地的佛法姻缘 老和尚讲经的时候 也常常提到 就是 这个 小陈经呢 在南宋之后啊 慢慢就 比较没有被重视 小陈经 那佛法本来就是 本土化嘛 所以乳根道 本身 中国人就很熟悉这些教会了 就取代了小陈 但是你假如 现在学大陈呢 乳根道都不学啊 那这个不可以的哦 不先学小陈 后学大陈 非佛弟子了 你看静业三佛是修学的基础 它就很清楚 你要有一佛的基础 人天 小陈 大陈 所以我们 透过老和尚这分析姻缘 我们清楚 还是要学习 辱道 这个部分 那 这个 再来就是说 院长在香港的时候也提到 洗音的时候 是正住双修 那现在学习 儒家 道家 本身就是教我们 断二修三 基功雷的 这属于助修 敦伦敬奋 断二修三 所以这个跟 往生级的世界 它是一件事 不是两件事情 那这个 当然我们还是要注意到 修行的心是根本 它观心为要 比方说您看了这个 金律异象 你说 哎呦好恐怖哦 你不能产生恐怖 太过了 你可能恐怖太过了 哎呀 我要赶快去极乐世界 又变得很着急 必须关自己的心 若念地狱之苦 精进至深 哎呦 我有造地狱业哦 我现在得一心 靠阿弥陀佛的愿力啊 我业虽然重了 我只要啃上他的法船 我的业就被他拖起来 你不能有 担忧恐惧 更信任 阿弥陀佛 更觉得我不往生 不行了 铁钉又要去轮回很久了 那这个 这个 安世全书啊 会编啊 就 刚刚院长也说的 你一个时候看一本 你自己觉得有受用 因为我们有时候 常常会想问别人 其实老师在讲经的时候 有提到这个 世一法里面 以了意不依不了意 那了意有 就是你要脱离轮回 当身成佛 就是了意 老人家又开解了一下说 你真正当前跟以后都得利 这就是你了意 因为师父领教们 修行要靠个人 老儿上有建议很多 可能在不同的 因缘的建议 你自己也要看看 我怎么用 真的对我的因缘 是比较受用的 这个还要靠自己的部分 我们也不可能在 修学的路上 随时都依赖别人给我一个答案 好 这个以上回馈 那么其实呢 我们吃完饭了 是不是就 晚都要用水来算 然后喝下去 其实这个没有一定需要 这个是以前我们在 寺院里面的习惯 那我一直带到这里来 然后 其实这个没有 不是一定需要 那我们有 可能有学长很热心 都会去帮别人到 但是有的人 他觉得不需要 结果也不好意思拒绝 其实这个是 个人是可以选择的 所以其实也不需要 去帮别人到 有需要的人自己去到 这样会比较好 因为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 那你把饭太多都已经吃吃完了 这个其实你已经 已经进到 应该做的 那没有说一定要用水算 算一算又喝下去 因为毕竟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一样 因为毕竟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不需要 一定这么做的 那至于说 可能你 就碰到头发就会觉得脏 那这个是个人的一个卫生习惯 我倒不觉得一定有什么问题 因为确实脱发它是油腻的 它确实不是很干净 那你碰了以后 如果你又拿东西来吃 其实在卫生上 其实不是那么理想 所以我不觉得这个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们要转变呢 它是需要时间的 那你如果觉得一种心念不是很好 那你可以转心念了 你可以转来念佛 转念念佛 如果它起了一个心念 你觉得不好的 那你就念十句佛号 如果它在起油 你又念十句 所以它起一个你念十句 最后一定是你赢 对 可以考虑这样子 然后 如果说你在听一个人的演讲 你觉得它听得不如理不如法 那你可以自己心里念佛 你不必说一定要继续听 所以没有问题 那人家鼓掌 你也不必就一定要跟着人家鼓掌 这是我的一点点浅健 那可能音乐的问题 就是等完王老师再恢复 谢谢院长 那 刚刚院长这个很具体的方法 你起个烦恼了就念十句佛 那烦恼都没有佛号多了 那也是一个深处转熟 熟处转身的过程 另外一点就是可能我们在过去产生的一个不好的感觉 也会影响我们往后面对当下的这些情境 所以其实也是要练不要弱那些不好的印象 不然也会影响你未来的这些静缘 那比方说我以前是偏使 这也是一种感觉 但是以理则情 用理智来调伏我的这些情势 这些分别之中 那像我本来偏使 但是我现在知道说吃哪些东西对我好 我的理智开始增强 那我那种偏使的感受 就慢慢就会淡了 比方说我本来很喜欢喝汽水 但是我现在知道汽水对我不好 那可能慢慢的他对我就没什么诱惑了 所以这个以理则这个情 再来比方说他讲的不如理不如法 你也可以变成一种贱人恶及内性 我有没有这种错误的想法 或者说他为什么会这么想 他的分别执着点在哪 他也变成一个增长我们见识的机会 了解现代人想法的一个机会 当然前提是你自己 要有正知正见的判断 假如你听了之后确实也会受影响 那有可能你也可以离开现场 也没有关系 除非他门都已经关上来 像我们今天 那这个 所以我们在佛门 比方说善才同志他有一个表演 他是先得根本志 在文书菩萨那里得根本志 然后他在五十三餐后得志 所以老和尚在了凡事去里面也讲到 这个你要离开老师去参学 你的一个基础是你 是非善恶 邪正利害真偉 你会判断 不然有时候你一接触 你判断不出来 你又受他影响 那就 你那个认知受影响又不知道了 那要转变不容易 所以佛门有说破戒还好救 破见 见解错了又认为很对 这个时候要拉就不好拉 所以舍身容易舍贱难 所以护好这个政治政见很重要 你看台湾最近拍了一个片子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叫周楚除三害 那是真实的故事 台湾你被邪教影响之后 他转不过来了 所以现在显正破邪还是很重要 这些修学很重要的认知 这种善财种子的表法 这些不能够偏掉了 好 那第三个问题是音乐方面 不过我讲一点自己的感受 就是 我们引导孩子去感受感受 比方说你听古琴是什么感觉 你听这个 给我一杯忘情水是什么感觉 等你等到我心痛是什么感觉 他就会感觉 是吧 你看我现在一跟大家聊佛法 我这是面带笑容 你看我一唱那一句的话就 完全变脸 我就别唱了 阿赖耶稣又种那个种子 不好 这个是可以感受的 当然你也不要太严肃 笑笑的 感觉感觉 因为音乐它会带出我们 这个内在的 是什么样的善念善根感受 还是把我们 像我的情子种了 把我五十节的 情子的种子都给我掉出来了 我唱情歌可以唱到人家流眼泪的 这叫照夜 是吧 你同样是这样的阴森 为什么不是去弘法 所以这个能力也不能用错地方 好 阿弥陀佛 因为确实高等教育是很重要 那我们也可以说这个就是他进入社会的最后一次的把关 而且大学生他是比中学生要成熟很多 他确实他是可以自己来反思 那当然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能够提供他这个机会 可以来知道有这些经典他能够很令人受益 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关于海南监狱的报道 就是说很多犯人他听闻到地址规都觉得相似很晚 他如果早一点知道他就不会进来监狱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确实是很重要 那怎么调整 这个就是要让他有机会能够来接触 那是不是在政策跟措施上来调整 那我觉得也是 老上有说你愿越大 比方说你本来选不上的都能选上 我们跟教措同愿 相信我们佛菩萨祖宗也都会加持我们 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是最爱后代子孙的 确实是要从小教 所以我建议那个幽园老师的薪水要调高 越小这个教育还是重要 那既然我们的缘是在大学了 那我们不能常常在那里 哎呀 为什么不 无计一事 我们就想起古人说 亡羊补饶 游未完矣 那老人家也常说 总在欲缘 不同 所以我们 就有这一份期许 可能我们就是 学生接上五千年 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缘分 而且还没出社会以前的染污 还是相对少一点 我出社会 假如他没有一种抵抗力 是非分工 我们那个染的速度会很快 那像成德就有一个很大的遗憾 因为我去念大学 我那个学长就跟我说 University是有你玩四年 我就真的很老实听话 所以这个欲缘不好 那我画要画悲愤为力量 所以我们跟大学有一些交流 后来这些好像有录像下来 也有一些学校在给心近的学生在看 所以刚刚也提过的榜样是很重要 所以诸位汉学院的家人们 任重道远 刚刚竹教授已经说了我们做好 说不定哪一个地区的高等教育的负责人 他来了 他拿做一个借鉴的 那这样我们就能促成一些因缘 所以榜样是广修共养 那假如有这样的学校 很可能就会带动其他的学校 当然要做好这些政策措施 这些配套还是有必要 但现在在大陆 其实好像传统化的书籍都有编录 从小学到大学都有 我们可以顺势而为 那一开始您有提到 因材施教 现在学生那么多 其实 真正马上愿意学的学生 也不会太多 你这个种子撒下去 会开始长的 不是太多 所以 比方说三五个有反应了 你好好带这三五个 突然过了一两个月 又有三五个要学 你就可以 这三五个人就可以跟你一起来 互念这些同学 而且因为有三五个带起来了 其他的同学一看到 他也会认同 所以其实我们安在当下的因缘 佛菩萨智慧加持 我们也没有办法要求 一下子全部都要学 这个时候反而 我们的时间精力也不够 我接触一些学家都 哎呀 没有什么家长要来 我说一下全来了 你也照顾不了 先来的这些家长 你用心的陪伴他 他的孩子表现成绩 品德都好了 其他家长一看到 性质都来了 我们循序顺着因缘来做 还是可以实现英才视角 好谢谢 谢谢